这个节目从一个小众 然后变成一个大众 加上那个变量到底是什么 是马东老师 我自己感触比较深的 可能就韩国流行文化吧 那一阵子我们跟那个 韩国农林社一起去拍片 那我们晚上下了班之后 会去看那个K-pop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剧场 有非常多的组合 在那个地方都在做演出 而那一阵回来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年轻人的这个圈层 完全就被他们洗礼了 韩国人在宣传他们这个文化方面 下了很多功夫的 我觉得我看韩国节目 看的特别多 我觉得韩国节目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讲故事的能力很强 对他们其实内容材料很少 他们拉面就是泡面方便面 单单靠方便面 做了多少部剧 多少个节目 多少人靠方便面火了 我一直不明白韩国人 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方便面 对但是就是他们能 用一些小小的原材料内容 然后讲故事 内容生根做得特别好 这也是辩论的时候 我们一直强调 我们要有故事要有故事 大家听东西就喜欢听故事 小悠 第一道菜已经好了 哇 这么快 能吃紧急好了 我帮你端两个 好嘞 谢谢 真的一样 朋友们 太美了 这是那个 紧急好 哇 真的一样 哎呀 结果这两块肉 就耗费了一只鸡是吧 对 对 四只鸡现在面前已经是 吃的时候是应该先吃鸡 再吃蚝是吗 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尝试 首先你先直接吃这个 这个这块鸡肉 去尝它那个Q弹 然后呢 再用另一块跟生蚝搭配一起吃 我觉得这样能够体现出这道菜的这个chef 他当时的一个想法 他的这个创意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创意 因为我们看到视频内 他在他的花园里去采这个紫醋 然后做成紫醋酱 对吧 然后又用紫醋花去搭配 这个我养了一个星期 这个紫醋花 为了咱们节目还亲自养了紫醋 对在家里亲自养了养了一个星期 所以大家赶紧吃 我继续努力 谢谢 我这无处安放的小手 他说话的间歇有好几次想动了 吃了 好好吃 这个口感确实非常好 刘鲜 蚝用的是什么蚝 蚝我们用的是马奥伦 特别肥美 也是法国的一个 就是它那个柔软度 跟底下那一块的那种弹牙的程度在一起 好愉快 然后你种这一星期的草种得太成功了 特别芬芳 对 太好 如今喜欢吗 喜欢 重燃了对鸡肉的热情吗 这个就做起来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这个 两口就吃完了 对啊 这个少量也是让我们对这个菜一直回味的一个小 一个做法 就只有这么一点 你总会想一想 是不是 而且你看它是它用的那个慢煮啊 那个时间要很长 对 这个鸡 跟布雷斯鸡比起来能便宜多少啊 这个黄鸡 这个黄鸡大概我拿到货的时候是将近两百块一只了 两百块一只在特别好的土鸡可能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你如果是那种普通的那种鸡就很便宜了是吧 两百块可以买很多 对 老板都是在操心成本 我卖一周了 我刚刚还在想这个成为爆款 包括全球画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这个东西你必须升级的非常快才可以 因为我刚刚其实在想这个艺术 就说你说中国的这个国画非常的厉害 然后它艺趣也非常高 但它本身就是升级的空间其实没有那么大 因为它本身从境界艺曲技术上 它已经登峰造极了 那其实在对于别的这个文化来说 它可以再去模仿和升级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多 那你比如说像服饰会的话 你比如当时其实那些荷兰画家都受服饰会的影响很大 像樊高他甚至去买那个服饰会的画 把它一格一格的这个去分割了之后 然后再把它移到这个大的画板上去离摹 就每一格怎么画每一格怎么画 那其实是因为当然服饰会也很好 但是它从技术上或者是艺趣 或者是文人的境界来说 确实没有中国传统绘画的厉害 所以它那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它的升级的空间的问题 你要成为全球化的爆款 你必须是不断的升级 可改变可被改造 然后那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一些文化 也是有它独特的一些优势啊 你刚刚说要不停的有一个迭代的空间 才会是一个流行灭亮 然后如今讲的那个 你要让它有念想 是不是也不能是 就是有时候有一种过犹不及的感觉 就是 但是我是觉得像这种菜 它就没法成为全球爆款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它对厨师的要求太高了 我觉得它爆款还是有一定的 大家都能够到 它有普世性 简单操作的 这个普世性非常关键 其实比如刚才说韩国 我觉得比如说韩国全球化 最全球化的不是它的文化 而是它的汽车 因为汽车这个东西就满足这个 大家都需要 而且普世 而且它不停的升级 有比较 所以说我觉得 你要想中国 你要想做出一个汽车去全球爆款 已经不大可能了 中国能够做出一个什么去全球爆款呢 5G 因为5G这个事情是普世的 大家都需要 而且现在中国的在这方面 它技术又领先 而且别人也在追赶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就能够成为火遍全球 中国菜为什么不能够成为一个爆款 我们一直在说中餐出海 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么多好吃的材料可以选 那么多好吃的菜系和做法可以选 但是中国的很多菜 还是比如说在国外 比如说什么面呢 或者是什么pandaexpress 中式快餐什么的 还是挺流行的 它的流行 我觉得谈不上一种全球化的优势 它其实是代表着一种便宜 你们家炸鸡人均多少钱 人均十几吧 这个定位是你研究了各种研究出来的吗 还是按照成本的 快餐 对快餐 太快餐 所以你想这个事情很像什么 哈根达斯进中国 一开始他就定位特别高端 所以他就在中国就是高端 但是在美国他本土 他其实并不高级 对 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这种文化的输出 就是跟这个影响很很大 而中餐走向海外的时候 最初都是特别低级的谋生手段 就是给大家 所以说像现在你在美国很多地方吃中餐的话 它就是其实就跟那个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方便很快速很便宜的能够吃饱 这样的一种定位 但我觉得最近有一个新的中餐 也不是从不是走快低级的 是贵的 火锅 火锅现在马来西亚开始很火 就是而且是中国这种火锅 麻辣锅吗 对麻辣锅 然后是属于贵的火锅 就是我们平时马来西亚原本土是那种 就是那种丸子什么的 就放进锅里面 就当成是火锅了 有点像这里的廉价的麻辣烫的那种感觉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有精致的肉片 怎么样各种 对 因为我这次去日本 我就发现多了好多奶茶店 你知道 就是中式的奶茶店 然后每个面前都很 门口都很多人 对我刚刚还在想 对我在想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美食出 真的每个都好多人排队 对难说到最后 说这个中国的饮食要有一个影响 现在的这个爆款 难说真的是奶茶 对 所以现在就奶茶就不是 因为我觉得它跟鸡肉有共同之处 我觉得第一普世性 第二它迭代非常快 它就价格也不贵 然后又很好入口 它的那个味道 应该也是全世界人民都喜欢的 而且它确实是一直迭代 奶茶已经走到第三第四代 所以这可能是这个下一个 全球化爆款的一个 舒服的一个重要的 这个有可能 因为从饮料的这个角度来说 奶茶其实比较符合 大多数人的这种饮食习惯 而是它现在的 尤其说那种现做的奶茶 就很容易容易得到 打断一下 但是没见过的人就不行 这个菜已经做好了 我们都给它嗨了 我帮帮你吧 这是鸡肉吗 非常热了 这个应该怎么吃 先动哪 这个元素比较多 这个sauce我没有去改变太多 但是我增加了一些东西 这个sauce我也是用法国的黄酒 先用这些香料去煮 煮好了之后加上奶油 最后我们推的是鸭干酱 就是也是我们平时抹在面包里吃的鸭干酱 推到这个酱汁里 所以你看到白色的酱汁 就是鸭干酱奶油汁 然后这一块是紧急好 这两样是什么 这两样一个是我们用鸡胸酱的西班牙火腿和蘑菇 这是一个酱法 然后因为法国菜最高端最高超的技艺就是酱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酱发挥出来 然后再有呢 就是我们用了这个法国的鸭干 把鸭干煎了之后配到边上 这一团呢 那个是一个腌的咸蛋黄 自制的腌蛋黄 对 所以吃的时候 大家吃这个腌的蛋黄 配上这个鸡胸吃 为什么 因为鸡胸是有一点柴的 对我来说 所以我们吃起来呢 没准差一点味道 所以去用那个蛋黄去解它 然后这个杨肚军呢 里边也有点小秘密 我们还是酿了鸡胸和鸭干 所以说是双酿 在那个锦记豪呢 那大家吃的时候可以配上 煎好的鸭干一起吃 这样也能够让它提升口感 所以吃的时候 最后再搭配上这个鸡肉汁和奶油汁 鸡肉汁就是刚才你问我 这鸡肉鸡去哪了 就全都做这个汁了 哇 鸡就变成了这个汁 感谢刘欣 太厉害了 我给它起个名字 叫法神鸡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我把大量的元素 都融合在这一个盘子里了 希望您感受这个法国大餐的那个气氛 太有峰会实验室的标志性了 感觉是一个实验创意作品 你们请慢用 谢谢 谢谢 感谢你 这极了 太厉害了 炖这个蘑菇有点贵吧 此时 奶奶做的 真是小鸡炖蘑菇的不雷斯平原 那边家常饭 法国饭 一年一度的不雷斯鸡节 吸引着来自全欧洲的热情时刻 专门有一个吃鸡的鸡 对 鸡都没想到自己有这个态度 你看到有一个自己命名的鸡 鸡腿上部与鸡骨夹角的中空处 隐藏着两块小鲜肉 形似牡蛎 那是哪里 就这么一小块 紧鸡豪 一只鸡身上也就只有这么一小块 两块 就只有两块 一边一块吗 感觉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部位 吃了这么多鸡腿 把这最好的部位错过了 从来没有吃 肯定就是随便就吃了 没有鸡 没在意他 亏死了 下回就吃这个 不是今天就吃这个 让刘欣给咱们做这个吃 咱们过去吧 好 先欢迎一下大家来到风味实验室第二季 正式介绍一下 如今我最爱的编手 然后青年作家方舅 这都是老朋友了 这个云无星老师是我们的科学顾问 然后今天要给我们做好吃的鸡肉料理的是刘欣 哈喽大家好 你别看他头发白其实挺年轻的 你是怎么着研究料理想白了头是吗 对 每天在辛苦的研究 不是 我们刚刚在那边的时候看那个镜鸡好看就有点呆 是真的吃那个吗 是啊 布雷斯鸡吗 布雷斯鸡我们就没办法拿到了 但我们今天使的也是一个法国的鸡 我们使的是法国的黄鸡 还是从法国来的 还是从法国来的 我们实验室的规格越来越高了 心疼黑叔叔 那你就先忙我们聊十块钱的 好 钱菜都是可以吃的 今天因为聊鸡肉征服世界 我们特意准备了各种口味的炸鸡 感觉是先得要喝一口酒 绝配来了 如今多吃一点 你是特别喜欢吃炸鸡吗 如今应该是喜欢吃各种鸡肉料 各种鸡肉 但炸鸡确实是最爱的 我尝一下 我要吃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辣酱酱油味的吧 有点干 这真的太像我店卖的炸鸡了 真的是这里的厨师做的吗 这里的厨师都要忙着做紧急行 所以是从你店卖的 我就说这怎么看 我闻到那个味道很像 刚开场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 但因为它的摆盘 或者说上来的温度 跟你们那刚出品的不一样 所以你犹豫了 被公开点评也是有点紧张的 难怪这家店的鸡很一般 我害怕 确实今天的确实一般 你为什么大师想要开炸鸡店 其实主要还是想介绍一下 马来西亚的炸鸡给大家 这个里面的哪一款是 最像马来西亚的 你现在拿着这个 这个 我刚刚吃的这款就是酱油味的吗 有点甜辣酱的 叫马来蒸香吧 应该是 能吃出里面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吗 鸡肉 今天干了一点 它香料好像不是 它是南乳的 但是南乳鸡 难怪颜色那么红 我就说有一点那个腐乳的味道 对 腐乳的味道 所以它那个红色是那个腐乳的红曲颜色吗 腐乳的颜色 其实大部分马来西亚的炸鸡的颜色 都是偏那个颜色 哪怕不放腐乳的 也会是那个深色的 马来西亚的炸鸡在北京这边多吗 没有 没有 大家接受度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还是没有认知吧 对这个东西不认识 一般你去了马来西亚 你吃过马来西亚的炸鸡的时候 你会觉得马来西亚炸鸡很好吃 很好吃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很好吃 然后回到来的时候 哪怕就是品牌的 大品牌 像肯德鸡这一类的 你会觉得有一点差异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那个差异是什么 可能是那个养殖还是什么的一点差异 这个是黑叔叔说的 所有的美食都不能搬走 只能到当地去吃 是吧 云南在美国的时候是经常吃炸鸡吧 因为便宜 快餐店肯定是炸鸡嘛 有时候自己买回家 也是做这个就是各种鸡嘛 所以说其实在美国的话 因为超市里边最便宜的食材就是鸡肉了 所以在美国的这些华人啊留学生啊 就把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做鸡的做法 就搬到了美国 因为我大学是在那个五道口附阵 就是宇宙的中心五道口嘛 然后那韩国的韩国留学生也特别多 所以其实是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才更多的接触到那个炸鸡 后来其实会觉得那个炸鸡 其实跟自己校园记忆是有关系的 你会觉得是一种青春文化的一部分 就是因为他们韩国留学生特别喜欢开派对 你知道吗 特别喜欢聚会 然后就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聚会美食 包括我在想 美国的那些大学生喜欢吃什么炸鸡 然后鸡块 是不是也是因为有那个聚会的文化 巴西人他们喜欢看球赛嘛 所以他们经常去吃这种鸡块 我记得那会儿 星尼播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吃到韩式炸鸡 就是他们传说 旺金那儿有一家小店 就是一个韩国老板 然后他每天限量 因为排队排得太厉害 然后因为看了那个剧 按着快进看的 但是每次到吃炸鸡 就受不了 就去排队了 然后发现真的好吃 它是把里边那个汁做得特别多 就是外面那一层很厚 然后调味也很好吃 但是你咬下去的时候 真的有很juicy的感觉 但是打包带回家又不好吃了 对 炸鸡就有这个问题 就点了 好心痛 难道你们这都冷了 就是外卖 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油炸必须趁热吃的 对 这个东西就是说 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 因为油炸它产生的那种酥脆 它是有时间的 又为什么酥脆 就是因为在短期内 你那个表面 吃水了 变干了 但是你这个内部 你想要让它软嫩 是有水的 你时间一长 那里面的水 会迁移到表面 它就自然就软了 所以这个问题 包括像肯德基 麦当劳做了那么多年 他们都解决不了 为什么有一个 著名的说法 说麦当劳薯条 只能保存30分钟 30分钟就不能提供给顾客了 不是因为它坏了 而是30分钟以后 它内部的那个水分 就足以迁移到表面 变软爆吃了 有一阵中式炸鸡 特别风靡的时候 我也很爱吃 我都不知道 什么是中式炸鸡 最早说 就是拿那个酱油啊 酒啊 把它腌完了之后 拿到油锅里面 那个时候没有裹糊 叫生泡鸡 那它那个泡 就是放泡样的泡 我不知道是 某一种工艺 还是因为声音真的很香 因为上面有酱油 就是那么炸 中式炸鸡 最早是不裹糊的 那吃起来会是什么味道啊 就是没有外面的壳 但是它因为腌的时间很长 它的那皮还是酥脆的 对 所以那种料汁都在里面 我想象当中应该挺好吃的 那我在自己 那个在家试过炸鸡 就是不 就基本上都 谈不上成功 就是因为你在倒油的过程中 你就越到心里越发粗 你就说 这么多油 对这么多油 还要继续倒吗 然后就基本上 你都做不完 而且油后来怎么处理 也很痛苦 第一次做成功的饭 是做那个鸡汤 然后就是第一次 自己做成功的才是那个 所以就觉得那个鸡汤 做的还挺好的 因为当时在国外 然后就买不到那种枸杞啊 红枣什么之类的 然后后来想到 我随身带着有那种什么 泡的美容养颜茶的 那种很娘的那种茶 我就刚好里面有枸杞 红枣 然后就放进去 就发现意外的还挺好喝的 对 而且那个就拍照就很震撼嘛 就是两个大鸡腿 所以就是鸡汤或者炒鸡蒸 我就是自己做的 我觉得最好吃的 我看主节目里面 那个前浆鸡杂 也是看得流口水 那也特别容易做好吃 我觉得 因为本身鸡蒸的那个口味 它特别弹特别脆 就比你吃鸡胸肉觉得 有吃带感 对对对 鸡胸肉像脚趾一样 就不知道鸡胸肉 在美国为什么一开始 那么受重受 因为对美国人来说 吃肉是为了摄入蛋白 最早为什么美国人开始 动这个鸡肉的主意 是因为在二战的时候 猪肉牛肉是不够吃的 那个时候是要定量 就是配额供应 然后在这个二战之后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然后这些养鸡行业就担心 这个猪肉牛肉取消配额之后 这个鸡肉就没人吃了 因为当时的鸡肉是不好吃的 所以那时候呢 他们就搞一个活动 就说我们要寻找明日之鸡 将来的鸡肉是什么样子的 要吃什么 然后就搞了一个活动 寻找 是像海选一样的吗 对 那个活动特别特别像 那个超女海选 有44个州成了它的分赛区 然后全国参与 不是怎么办 就是每一家带着自己家的鸡去 不是 给你时间 你培养出你的鸡 把你的鸡蛋送到一个地方去 进行孵出来 在这种相同的情况下 把这个鸡养起来 看看你这个鸡的鸡肉 是不是好的 然后最后呢 那个活动持续了三年 最后就找出了 一个两种 一种是红色羽毛的鸡 一种白色羽毛的鸡 就是肉 非常厚 鸡腿特别粗壮 然后最后就找出来了 找出来之后 那个获胜者 第一名和第二名 的最后的两个鸡啊 第二名是个纯种鸡 第一名是个杂交鸡 后来这两名的鸡种呢 就进了再进一次杂交以后 继续延续下来 就是今天我们吃的白羽鸡 包括中国 现在我们养鸡上 养的大多数的白羽鸡 源头都是1948年 搞的那个明日之鸡的海鲜 选修节目出来的 而且冠军 第二名还要为了人类的繁衍 恢复相爱 这件事情就是鸡肉 为什么能征服全世界 因为你放在 不是 你放在牛羊身上 它应该是没有那么快的时间周期 能够实现这件事情 人类选育的结果 因为其实鸡和别的作物是一样的 就是经过人一代一代一代的血液 就是人想让它成什么样子 就把它选成了什么样子 我原来看过一个书 还挺有意思 就是它挺颠覆我的一个想象 但是它是一种假想 我不知道 云老师有没有看过 就它就叫做植物的欲望 然后呢 是一个植物学家写的 他举的例子是苹果 他说苹果一开始很酸很酸的嘛 就是那种酿酒的非常酸 然后呢 但是后来就是人们就是为了吃它 就让它不断的变甜 不断的变甜 然后它最后就变成一种甘甜的美食 像土豆 然后呢 它到最后就变得越来越好种 越来越好种 就随便可以种 然后但是这个作者提出了很有意思的想法 他说与其看起来是我们人类选择 其实是这些植物控制了我们来去选择它 比如说 我们也被肌肉控制了 比如说苹果的欲望是变得甘甜 所以呢 它就是通过人的一个主动性的选择 它就让自己变得甘甜 因为它自己并没有主动变得甘甜的这种能量 然后呢 土豆呢 它的欲望是控制人类 让它变得甘甜 所以这样想 这会有一些细思恐极的这个效果 你们看那边流行 这是几只鸡 今天我们这一份 今天我们用了大概六只鸡 剩下的部分你打算怎么办 剩下的部分我们都熬汤 然后还要我们做第二道菜 你把那个鸡肉举起来 告诉我那一块到底是哪行吗 这里 就你看到这个肩胛骨的这个 我有印象 但是从来没有特别在意 刚才我说它的一个背部 然后这儿有一个窝 所以就在这两块肉 如今要不要研发一下型品 这个感觉太废材料了 对对 在店里面挂一个招牌明日之鸡 现在一天只有几分 世界上有哪个地方是没有鸡 因为我看就是正片里面是这样吗 南极 南极 没有是吧 没法养 据说南极没有鸡 然后世界住人的地方 梵蒂冈没有鸡 就是传说可能熟死的地方都有鸡 冰岛这种地方有吗 但是它地热地热很强 但是也有 统计书就是说 现在人类一年大概会生产六百亿只鸡 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 我们都有二百亿只鸡存在 那我们人均鸡的占有量是多少 三 人大概有七十亿左右的人口 我们今天都超了 我们今天四十亿 鸡这种情类 它怎么能到现在征服世界的这一点 我老实讲 从里面学点什么 我们能不能用在自己身上 我觉得就是说 像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就是 一个东西要成为全球流行 最核心的特质 首先这个东西必须要有它的特性 它优越于别人的特性 第二是 它要必须满足了这个超级变量 超级变量是一个世界的需求 或者说什么样的需求 鸡其实满足这个的 第一 人类需要便宜和易得的蛋白质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大势的需求 另外它满足了这个 它的饲料转化率很高 它的营养价值不错 所以它就流行起来了 我们自己都是做节目的人 我就很希望有一个公式 比如我拥有了这几个特质之后 我再加一个什么样的超级变量 然后就可以变成一个大爆款 文学界有这样的吗 文学基本上不太可能 而且我觉得这是文学比较美妙的地方 其实就在于你没有任何什么公式可以去套 然后呢 然后而且我觉得你每一步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就每个时代 包括艺术也是 你每个时代的这个 这个这个机遇是不一样的 然后都没有什么共通点 但是我觉得这是它美妙的地方 你说文学家也都不愿意自己的性格是像鸡一样随和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但是说起影响力爆棚 我觉得辩论节目最近好像 因为辩论节目从我们上中学就已经在看 有大专辩论塞 但它不会是一个现象级的 比如全民或者是年龄层那么大的人在看 当你要做成一个可延续性的 然后可以更多人参与更大众化的东西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套路出现 没有套路的话 大家学不来 它就传播不起来了 固定的肯定是 是大家越简单越好 大家都能参与起来 能参与的 越简化越好 而且是现在的人碎片化 什么东西都是想要细致一点 你教他任何东西 你说介绍我 他们很喜欢说推荐我看一本书 你推荐了他一本书 他就跟你说 那你跟我说看第几章好吗 在看第几章 你说哪一句话是有道理的呢 金句在哪里 对金句在哪里 就是他们现在吸取知识 还是吸取信息的东西 都是要很细很简单 我要一步到位 但是你会选择去迎合这种需求 就是说那我就告诉你 金句在哪 还是就像就像就像鸡一样 你让我变得好吃 好我就变得好吃 你让我长得快好 还是你就拒绝 就看你要不要传播起来 对 如果我想大众化 然后人人都有 就像我的鸡一开始 我做炸鸡店的时候 想要做特别的 就想要有那个 我吃到的那个 家乡风味的那个鸡 但是我发现 我要那个特别 没有办法开连锁 没有办法做家门 只能是小桌房 每一天做一点点 但是那就火不起来了 它是不可兼得 你就选一个 但是当你一旦 传播得很厉害的时候 它又想要有一点 独特性的东西 可能就是你说的 要加一个X 然后让它更加特别 继续